直接要画一个多边形 那这里的话呢 半径输入30 Enter 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多边形出来了 那当然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练习就是说 圆内切跟外切 这个地方当然 你可以先产生一个圆 这个圆的话 直接 它会出现说中心点 我们再认为点点一下 那中心点的话 假设说我们半径 给它是30 Enter 那再来 你可以利用这个圆 做一个所谓外切 跟内切 那所谓内切跟外切有什么差异 我们先点多边形之后的话 那这边一样输入6 那再来的话呢 找到中心点 那中心点就是圆的中心点 点一下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它会问你说 你要内切与圆 还是外切与圆 那我们先练习就是内切 内切就按一个 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 多边形 那比如说我今天的刚好 如果刚好要贴齐这个圆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在下方 或者上方都可以点一下 这样的话就有一个 所谓的内切与圆的多边形 那再来我们再练习 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外切与圆好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外切与圆 每个大部分的2,0,0,0 concretion 那又是外切与圆 内切与圆 启示着 state